牛牛短剧 一只事态的可可千万不能迟到 还好这是做梦 这墙 这灯 还有个男人 还有个男人 我居然还在梦里 不过这男人还挺帅的 肯定是老天爷觉得我最近太倒霉了 特地在梦里放了帅哥进来给我接近 这手感还真不错 系统已激活 谁 谁在说话 NPC男星你好 欢迎来到未来世界 眼前的男人是你的顾虑对象 万象科技总裁周景安 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做梦 是穿越了 没错 NPC男星 在这里你必须攻略周景安 拿不服够的积分 才能返回现实世界 祝你好运 你到底是谁 你别走啊 我才不要当什么NPC呢 给我去 占完了便宜 就装风卖赏了 不是我说大哥 能不能先把衣服穿好再说话呀 再说 谁占谁便宜还不一定呢 自己添个书 还有这种好事 我不管是谁派你来的 收了这张支票 把嘴给我闭上 你放心 我不会狮子大开口的 就这样 九一九七 果然是个贪心的女人 你这是 我不要钱 我只想要随时随地 搭在你身边 差点被金钱冲锋了头 要是真说我 管怎么攻略它 回到现实世界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事 什么 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 想靠下三乱手段来绑住男人的女人 我 下三乱 要不是为了做任务 什么也留在你身边 去调查清楚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包括这个女人的来历 是 你不知道这拼做钱能不能用 要是能用能换 我有这么多钱 我留在这里了 若三个月内工业任务不能通关 NPC男星将会对系统一起销毁 不是大哥 你狠起来 连自己都杀呀 为方便进行任务 以为NPC男星收取新的身份 我现在给你三天的事情 要不然你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然现在我就解决你 我系统给我安排的什么玩意儿啊 居然把我这么个如官似玉的女大学生 发配来这当宝洁 你有话好好说 打脸别打脸 是你 好巧啊周总 又见面了 你怎么在这 清洁天地 清洁家 清洁的公司 人人夸 我是保洁部新入职员工男星 请总裁 多带指甲 周总 我马上处理 不用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负责专门打扫我的办公室 工资翻倍吧 谢谢周总 总裁 您不是怀疑她是商业间谍吗 不给她一点机会 怎么露出马脚啊 这就是主角光环吗 那攻略周景安 岂不是手到起来 第一步 美色秀 小妖 还害羞的 转过来 站好了 这就饿不住了 不用一百步符合公司规定 罚款无法 八分解离 第二步 假装柔弱 激起男人的同情心 哎呀 总裁 这支有点高 我够不到 您能帮忙我吗 哎呀 哎呀 总裁 人家觉得头好痛 喘不上气了 是我 什么是你啊 突然你以为是谁 没谁 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 就去请假看医生 你提申请 我批工商 积分解一 秀爽什么花样的资账 总裁 这次好像是真语了 什么破系统 那你让我不干了 爸 妈 我好想你们 也许从这儿跳下去 一切就能回到原地 不行不行 只不能人没了 钱还没花掉了 我余额里还有九块九 够用美团盘购 谈美奶茶喝的 这次是千万的项目 你二十万就想打发我 商业轻易 十万 天启项目的绝命资料 我给你 陈娇 立刻把王鹏控制起来 走司法程序 是 这次我要代表公司 谢谢你 终分将务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财务 给男性赚十万奖金 老板大气 走吧 我请你吃饭 这 这都不好意思啊 附近有一家法餐的 徐窝牛还不错 尝尝 窝牛 不行不行 我这土生土长的中国味 吃不了那高端玩意儿 既然是要请我吃饭 要吃什么 自然得由我来挑咯 这家火锅店可重重了 来老板 你先点菜 那招牌客来一份就行 别别别 你可是爆发户行为 现在美团团购 团美食 茶饮五折起 过日子 可得干熟熟 干花花 老板 你是不是不会 来 我教你 点开美团 在团购这里选一个你最想吃的套餐 然后付款交给服务员帮你合销就行了 一个毛肚 下几秒就可以吃了 再裹一点小米辣和蒜泥 不要太美味 糟了 又要口感了 别别别拍了 你就快把我的脸拍到锅里去了 我这不是宽心则乱吗 这人不会有受虐情像你 来 你喝口饮料 小孩子才要喝这种东西 一分加一 这就是口贤体重值的霸走 谁摸我屁股 刚才什么声音 再甜点的话 正好跟Jack在楼上联会 恭喜您 基本任务完成50% 超能力之读取真心话语解锁 这个破公司 趁早倒不得了 妈呀 我真的有超能力了 神经病吧你 跟秘书说下 下午两年给我空出一个 摸一下 拿捏老板 生殖家先不是吗 南京 你在干什么 有蚊子 那个我去拿拖把拖一下地 溜达溜达 南京 你今天真好看 对呀 长得又美 做事还利索 怪不得能当总裁的专属保洁呢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娜娜 你裙子后面好像有东西 跟飞机场似的 还敢穿这种衣服 娜娜 女男朋友 一定很喜欢看球吧 对 确实喜欢 小美 你今天这裙子很好看呀 这布料也不错 花瓶一个 谁知道用什么龌龊手段新组才注意 小美 从小到大 应该还没有人说过你是花瓶吧 也对 只有长得漂亮的人才能被称为花瓶 有些人啊 只能被称作内里肮脏的月魂 又有超能力之后 属线都畅通了 什么老婆啊 喝多了还让清洁工给送回家 得加钱 沉死我了 没想到这个边块里 睡着了还挺可爱的 清完就睡 什么意思啊 男性 男性 超能力也会出错嘛 看样子 得换个办法弄清楚它是什么意思 你好 我在美团团购团了一个情侣套餐 好 周总 您别误会 我就是想吃这家店的招牌蛋糕 团个套餐里面还有两杯饮料 比丹马划算很多 毕竟咱就是个牛妈打工人 能省就省点 不错 绝渐是美德 年二位的情侣套餐上起了 祝两位用餐愉快 爱情甜蜜 谢谢 你什么意思啊 一个陌生人而已 和他解释那么多干嘛 难道他对我这么意思啊 那他昨天岂不是在 小牛妈 周总 你待会儿陪我做个美甲呗 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颜色的呀 怎么美甲也有团购啊 当然了 你们这种有钱人肯定不懂我们省钱的快乐 现在又美团团购 团个美甲也就三十九元 还有汤染美睫都只要一百多就能搞定 你该不会是拿我给美团打广告吧 你看看人家男朋友 又帅又贴心 不像你 一出门就只想着拉屎 那个 今天好多人误会我们俩的关系 被别人误会 跟我是男女朋友 你不应该偷着乐吗 这位大小姐又怎么了 你真不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啊 你听话说 你不记得算了 下午茶也吃了 广告也打了 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 那你今天什么意思 笨蛋 你才骂我 这声逼我的 笨蛋 我喜欢你啊 怎么又跑了 这人脑子有病吧 四十度的天穿羽绒服 多半是脑子有问题 这女孩好奇怪 你以为你穿得严严实实 你没办法了吗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来我叫人了 你叫啊 我看你是不想转正了 你卑鄙 所以啊 程华还对你有点耐心 乖乖听话 放开 谁啊 好主管 不好意思啊 我还以为是个垃圾 你 怎么了 好主管 你 你这是要对我动手啊 你这是要对我动手啊 好什么呢 周总 周总 我就是不小心拖地 碰到好主板了 就这么点小事 你还要找你同事记者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这个就工作啊 死色骨 最好给我摔个骨石石 恭喜杰索乌鸦最技能 此技能仅对男性生效 好箭头撞枪 这好主管 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难免一个好东西 没事吧 男星 刚刚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冉啊 你看这个数据是错的呀 我 我自己来打 主管 您自重 装什么装啊 我这种有钱有地位的 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放开你 别害怕呀 上次的事情 是我唐突了 这是送给你的赔罪礼物 黑丝啊 你穿上一定很美 所以你是因为好剑 才天天穿羽绒服上班的 我妈妈身体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我已经在努力在避让了 她还是不肯放过我 面对这种人杖 你越是软弱 她就越得寸进尺 花盛看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屈性不良之人 男星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呀 咱们女孩子呀 就要自信地展示自己的美 看来我家小冉想通了 知道打扮自己 博取我的欢心了 你怎么阴魂不散的呀 你跟小冉学一学 想要近身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呢 老板 多少钱 这单我买了 不用了 有些人 卢氏献殷勤 非奸即盗 就你一个清洁工 他一个实习生 可别打中脸碰胖子 楚老孟 这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用美环团购 团个烫人 才一百多 做个美甲 也就几十块 就算从头美到脚 又花不了顿上钱 你 这辈子算是没机会 你的钱 就留着给自己治病了 你 完了 好好饿了 说抽就抽了 可能是他饿有恶报吧 哇 好美啊 你看看你 偷偷转转 最后还不是得来找我 我最后再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只要你晚上愿意跟我吃个饭 就吃个饭 我保证立马给你转正 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 如果这是转正的袋子 那这个公司 呆也罢 松开 你装什么装 你穿这么好看不就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 是嫌我级别不够是吧 想你又周总是吧 到底跟他差在哪儿 放开 好主管 我已经接到不止一次对你的投诉和举报 现在我轻而听到 证据确凿 不 隔出职务 我的人也收集了很多你不轨的证据 恐怕 以后这个行业不会再适合 请便 一碰到你准备好事 以后再也不准备了 积分相识 总裁 不好了 小少爷走通了 什么 放开我 我已经是五岁的男子汉了 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吓我一跳 大胆你 你竟然还学会离家出走了 周小宝 你胆子越来越肥了 放开我 我已经是五岁的男子汉了 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小儿哥挺牛 好笑吗 那交给你了 又是一个攒积分的好机会 保证完成任务 你又是想刻意接见我舅舅的女人 小孩哥懂得还挺多的 男人的头不能随便碰的 看来你们家人还挺有个性 追求自由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填饱肚子 走 跟我走 我不去 确定 我一步也不会跟你走 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姐姐谢谢你请我吃面 这份给你 嗯 你不怕辣吗 我妈死传 我妈丑 你所 哎 好帅 小宝你慢点 哇 这个玩具好酷啊 小朋友 这套玩具价值过万 你买不起的 你这家店 是不买不让看吗 这是什么规矩 你要是想看的话 可以去别处看啊 别站在我们家这边 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 全身上下不会几块钱吧 一看就是乡下来的 嗯 身上还一股嗖味 快走 你往这一戳 谁还敢来我们家店啊 快走快走 你干什么呢 我说怎么这么臭 原来是你这张臭嘴 在高档商场卖货 就以为自己是高档货 信不信 我打你们总部电话投诉 呃 别 别 姐 我错了 小朋友 刚刚是姐姐的不对 姐姐给你道歉好不好 啊 晚了 啊 小宝 刚刚是不是被吓到了 我只是突然想起 以前妈妈也是这么保护我的 可是后来她工作越来越忙 就没人管我了 没事 以后姐姐陪你 好耶 随地大小睡 积分加稳 谢谢老板 你要做什么美梦了 那你会替我实现吗 那个在公司要保持社交区 积分加二 嗯 舅舅舅妈 我啥也没看见 你说什么呢 舅舅 我觉得男星姐姐正好给我当舅妈 小屁孩 被辈分都搞错了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积分加一 曹夫人 我来公司的事 不许告诉总裁啊 是 孙媳妇 我来了 哎呦 老太婆 你没上眼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衣服可是奢侈品 你一个人的公司都买不起 老不死的 我跟你说话 你干什么呢 没事吧 大娟广众之下欺负一个老人 你要不要领 男星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一个破清洁工 也想逞英雄 好好嗓你的地 清洁工怎么 我们也是凭自己的双手重情 不像有些人 只会靠抱大腿上胃 你说谁呢你 谁对号入座 我说的就是谁了 你少给我刷嘴皮子 就说怎么赔吧 我这衣服可是奢侈品 三千一件 现金还是责马 我今天出门着急 没带这么多钱 老眼昏花就别出来干活了 你们存在只会脱社会的后退 你家没有老人吗 还是说你不打算活到老的那一件 说话这么歹毒是要造报应的 还有 一件字母都印错的包房 你也好为思说奢侈 不过我看 你这全身上下 也没有一件是真的 男星 给你了 多的 就去买个口香的好吗 你 清新口气 你我更亲近 走 姑娘 刚才谢谢你啊 奶奶 我跟你讲 以后对付这种人啊 我们可今晚不能手软 嗯 你是新来的绑结吧 哎呀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我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工作 真是太辛苦了 我 没办法 我家里有个孙子 都快三十了 还没结婚 啊 趁着我还能干 我要给他多攒点老婆本 放心吧 奶奶 提货 就跟着我干 一分加一 现在路径不平 也能加分了 奶奶 以后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厕所垃圾桶给换了 然后呢 就是拖地 公司这些纸壳呢 您都可以留着 能宰一点 心能好 奶奶 奶奶 你看到那个凶巴巴的冰块连了没有 他呀 就是咱们公司的总裁 脾气是出了名的差 你可今晚堵着他的 我看那小伙子一表人才 看着挺年善的 哎呀 神不可貌相 他呀 就是个行走的一关情术 哎 奶奶 马上就要下班了 咱们换个地方 边放松边聊 本次服务结束 两位好好休息 哎 奶奶 我跟你讲 我们公司总裁 所以啊奶奶 你以后在公司看到他 你可一定要离他远一着 臭小子 在未来媳妇面前 印象这么差 奶奶 别闲着 吃 哎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按摩呀 现在年轻人都不流行唱K蹦迪了 我们流行广声曲 躺平按摩是其中一种 下次再带您尝尝奶茶配枸杞 这里看起来很高级 很贵吧 等会儿啊 我来付钱 你别付钱啊 还不用 奶奶 你看 我用的美团团购 休闲玩乐舞折起 我们现在享受这个足疗按摩 倒数一百多 一共花不了多少钱 你就安心享受吧 这么实惠 回头你也教教我 我得替我孙子省点钱 这老太太真不容易 一大半年纪了 还要替孙子操心 奶奶 你看这儿 不仅可以足疗 享受自助餐 还有制服帅哥 我们足疗呢 您的药身长 我给你先放那边 看 刷看 刷刷刷 但没有我孙子帅 奶奶 你这滤镜也太厚了 奇怪 怎么样足足的 奶奶奶 快起来 又快点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奶奶 奶奶 我 市中心将近别墅两套 200平大平层三套 市值两个亿的公司股份 古克拉 鸽子但一个 等一会儿 这 这怎么还进入虚儿肤环节了呢 傻孩子 这是彩礼 彩礼 又结婚了 新娘就是你啊 这是哪个哪儿 奶奶您等我一下 所以您是周景安的奶奶 周景安就是您嘴里那个年近三十 还单身未婚的不准心的孙子 注意措辞 没错 这小宝啊一回家就念着你的好 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公司看看你 小老太太挺厉害啊 把我都瞒住了 你闭嘴 要不是你自己不争气 追不上南星这么好的姑娘 还用得着我亲自出马吗 你爷爷要是知道了我为了你 这把年纪了还去双马桶 半夜就得来找你 奶奶您别生气啊 还是姑娘好贴心啊 南星啊奶奶我这把年纪了 我这辈子啊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见周景安这个臭小子结婚呢 奶奶周总他这么优秀 黑他的人都排到法国去了 他们加起来都不如你 你啊才是奶奶心里最佳的孙媳妇人选 要是跟他结婚的话 那我的结婚任务岂不是很快就要达成了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不行 几分加一 口是心非的男人 既然如此 我还是 奶奶开心就行 我都行 几分加一 纹身上下就最最硬 奶奶 您都看了半个小时了 能还给我们了吗 还什么还 这么重要的东西 奶奶替你们保管 奶奶呀 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俩赶紧约会去吧 奶奶我下午还有个会呢 开什么会 工作能有媳妇重要吗 咱们周家的祖训忘了吗 是是是 疼老婆的男人会发达 那个 你想去哪儿了 海洋馆 那我联系包厂 别 你现在总不能把人都拧出去吧 再说 那种地方就是要人多才好玩的 我不喜欢和别人挤在一起 小时候 我最羡慕别人去海洋馆玩了 长这么大 我都还没去过 我又没说不去 前几天 每团团购景点门票 才三折起 我果断买了几张海洋游乐园的门票 正计划着哪天去呢 看 现在就用上了 那既然你票都买完了 我就勉为其难陪你走一趟吧 毕竟浪费可耻 一分加一 是是是 多谢周总迁就我 那请办 热死了 这杯是我的 没事 我不嫌弃你 一分加一 休长了 以后多团点游乐场门票 带她来玩 也不是不行 不如 这是 哪里来的摄影师 难道是 听高 现在用美团团购 团情侣写真 景点更拍 可领百元美拍计券包 羊毛不薅 更贷何时 你还真是会省钱 情人连续拿我打了两次广告 愣着干什么 发姑带好 别浪费了 走 好玩是好玩 她也太累了 玩了一天辛苦了 赶紧喝点汤 去休息吧 嗯 怎么突然 这么热 周大大 准备好旅行 服气的义务了吗 小时候 怎么又睡到一张床上了 这么多霸总小说白看了 这么经典的奶奶大不通 韩剑也能中招 这广生说的没错啊 鼻子大的男人 什么 鼻子大的男人 我去开门 谁啊 来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和我戴一样的发迹 嘿嘛 地摊上的下毒 就和你一样 这是我奶奶送的我的生日礼物 你还给我 不要 男生 原来缠着景安哥哥的那个清洁工 就是你 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惹人厌 你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恶毒 景安哥哥呢 让他出来见我 不好意思啊 景安还在睡觉 昨天晚上可能累到了 我和景安哥哥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轮不到你说话 可是怎么办呢 现在啊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真是小瞧你了 缠上我的景安哥哥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是吗 那你就试试 我早就不是那个被你堵在教室欺负的女孩 我正硬不过你 你盯着我干什么 我让你擦了吗 你说他 真以为飞上枝头变缝 像你这种低贱的女孩 这辈 舒服了 干了很多年前就想干的事 你竟敢打我 对啊 我这个清洁工啊 最擅长的就是打扫垃圾了 我不会抱过你的 男生 你为什么要推我 大姐 你这种绿茶的招数早就过时了 男青 你在干什么 景安哥哥 他欺负我 怎么回事 你不相信我 我 男青 景安哥哥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会说谎的 刚刚明明就是他的错 你向着他 那我算什么 算你倒霉 那边有个男人一直盯着你 谢谢 这么晚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你家里人该担心了 我家里人 都不在这里 抱歉 没事 天大地大 何处都是家 只要有爱你的人 和你爱的人 说的对 男青 男青 走 胡乡 你怎么来了 男青 这位是你哥哥吗 更好 我是他老公 年轻人少熬夜党英雄 什么眼睛不好 放开我 不是我说你一个有夫之妇 当街还和墨车男人 拉拉扯扯 像什么样子 怎么了周总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 你一个有 他和绿茶妹妹 搂搂搂搂 我都没说 你吃醋了 我没有 中午一起吃饭 不用了 我吃食堂 那一起吃食堂吧 公司不允许办公室谈料 周总不会是想亲手 把自己定的规则吧 积分加一 我拿着真是追击火葬场的剧本吗 好帅啊 你做什么呀 我是做 小二男青 又见面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刚入职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这样 晚上我请大家吃夜宵 希望各位前辈 以后在工作上多多指教 好啊 你一个实习生请这么多人吃饭 你是不是还过不过了 这对送我的 就当你那天安慰我的报酬 真不用了 其实我是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怎么会呢 我是怕你花钱 放心 现在美团团购 美食茶饮都是无折起 你看 晚上要去的这家烧烤店 有好多套餐可以选 咱们人多 就选这个八人餐 有面还省钱 知道了吧 去把人事部主管给我叫过来 什么人也能召紧公司 好 服务员 怎么没人呢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我在美团团购 谈到八人餐 好的 这声音怎么这么舒服 好了 您的手机 江晨 你 好吧 其实这家店是我开的 那你不早说 你也不给机会啊 人人都是总裁老板 只有我 到哪里都是牛马 赶紧把我的钱给吐出来 这是我家的招牌 你们尝尝 这么多 什么东西碎了 这俩人不会再谈恋爱吧 肯定的 你没发现聚餐那天 江晨一个劲的超男性献衣剑 我跟你说 总裁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这和家总裁办法通知 从明天开始 公司食堂禁止疫情 都吃饭 否则罚款无本子 正经 我 就到此为止了 老公 你好帅呀 别看我 看镜 中了 记得用美团团购 团个射箭套餐 才九块九 更少钱 还好是个梦 你脸离我这么近干嘛 总裁 您刚刚在梦里 一直喊夫人的名字是想 我 我是想让她过来 给我打扫打扫 她 人去哪 在射箭馆 老公 你好帅 和江城一起去的 无聊的时候 打扫一下时间也不错 去安排一下 我也要去 记得用美团团购 团个射箭套餐 才九块九 更少钱 就嘴硬了 周景安 真是便宜你了 竟然试了三次都没射准 你这怨气也太大了吧 算了 我也要 我玩了 行 那先休息 我来教你 不用了 南新同学 上次认真一点 箭安哥哥 那不是南新吗 他怎么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了 松开 我还没想 用不着你提醒 箭安哥哥 我早就说过了 她就是一个水性原花的女人 哎 箭安哥哥 你去哪儿啊 哎 我的脚 箭安哥哥 我好痛啊 我好像走不了路了 我带你走 南新 你在难过什么 一个攻略对象 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 周景安 我们 就到此为止 下来吧 箭安哥哥 还有 收起你那些挑不离间的小伎俩 南新是什么人 还轮不到你来评判 明明就是他 我不避讳的把绿帽子 扣在你头上了 那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与你无关 哎 箭安 我承认 我是喜欢你 但我也是有自尊的 既然 你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不会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 请我吃顿饭吧 朽灯 你是刚刚利用我的报酬 也等 为我们这么多年 画个句号 菜单上的这几个招笔 南新 美团团购这个套餐 有你爱吃的辣椒炒肉 我们就不单点了 买这个套餐吧 等会省下来的钱 带你去买小蛋糕 你什么时候 也学会用美团团购了 你以前可是从来都不在乎 省不省钱的 省钱有什么不好的 省下来的钱 还可以买奶肠 买蛋糕 会某人开心 箭安 南新 我 你真的变了 你的生活好像完全被他填满了 我跟你讲 这家的香菜可好吃了 本想以退为进 你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吧 嗨 南新 好巧啊 一起来吃吧 不用了 一起就一起 还能多尝几个菜 看什么 我虽然长得还可以 但也算不上羞涩可餐吧 你们看我可是吃不饱的 箭安 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 最爱吃虾的 但讨厌拨虾 而我刚好跟你互补 就像现在这样 我拨好了 放进你盘子里 好巧啊 咱俩也互补 来 这些你帮我剥了吧 记得取虾线 我现在 你 别太过分 怎么了 我不是尊重你的兴趣暗号吗 怎么也变成我的错了 你不会是在假装贤惠吧 还是说 你的贤惠 仅对周杰安可见 南新 你不要对我这么大敌意吗 我都要退出了 哎呀 京城 你点绿茶了吗 怎么好大一股子绿茶味啊 你又能好到哪去 带着别的男人 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吃饭 还能这么坦然 我老公别带着别的女人 和我一起吃饭嘛 而且那个女人 还在我面前 蹬鼻子上脸 你说话别太难听了 好了 我吃饱了 切得买当 夫妻财产 一人一半 走 哇 假面舞会 你才只有机会和总裁跳舞 这么高级 那宝洁能参加吗 宝洁难道不是公司的员工吗 当然是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清楚 蒙面舞会是面向公司全体员工 哦 蠢 男星 总裁居然专门停下来跟你说话 你们 可能 他有厌审症吧 臭男生 我要好好说话 我觉得也是 总裁怎么可能跟你个宝洁有什么 宝洁怎么了 我劳得我光了 你确定不想知道我明天蒙面舞会穿什么 不想 不感兴趣 那你万一认不出来我怎么办 你一个有夫之夫 难道还想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吗 公司已婚的员工这么多 我身为总裁应该以身作则 行吧 那我明天就和江城浅浅地捂一下吧 不敢 口是心非的男人 无聊 行了 别装了 书都拿反了 行了 我 我要 我要不加了 他选择哪套路子 我要一件一模一样的 男星 主管让你去杂物间一趟 现在吗 对 说是有东西 要你们保洁物处理一下 好 主管 您找我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男星 你就在这里好好回味一下高中生活吧 咱们的好学生不是最喜欢高壮吗 这就是你的惩罚 蒙面舞会正式开始 和你们心仪的舞伴共舞吧 今天这么主动啊 你不是男星 说 你为什么和男星穿的一模一样 巧 巧何二爷 我告诉你 你最好是祈祷男星为师 否则我少不了你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到底不会跟男星 是 因为我爱 你请 对不起 我来完了 一分加一 你的积分已积累到八十 还剩二十积分 即可回到现实世界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的妻子 男星 我穿婚衫好看吗 不许说反话 好看 我老婆最漂亮 某些人一点也不上的 走这么久了 也没让我穿上灰纱 这条项链呢 是我妈妈的路 是留给我未来的老婆 婚礼我已经在丑备了 我一定会给你一场最盛大 最难忘的罪 击分一脉 离开系统倒计时 就这么感到吗 那如果在现场的话 是不是会哭得更凶 周姐姐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的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系统 等我攻略你成功 当你爱上我 我就要回到属于我的世界 有什么意思 攻略中 爱又无爱朝日 恨心被满心 可返回现实世界 周姐姐 你听我的 你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如果碰上 喜欢的人 就把我忘了 这个世界 好会有人记得我 会 周姐安 对不起 你回来了 怎么才能消除系统里的记忆 喝下这个 你先去停车 我去工地看看 好的总裁 妈 我都说了我不相亲 人家张明那么好 一小伙子 他要真这么好的话 那你给我找个新爹 我也没意见 你个不孝女 不相亲就给我滚出家门 周姐安 咱们认识吗 按照这个空间的时间线 她现在还不认识我 你很像我一个老朋友 所以 你就这么跟老朋友打交话 意外意外 你是在工地搬砖 没想到这一次 你混得这么惨 没事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不定人 我 我先去搬砖了 好 有缘再见 周总 今天陈欣的总监会过来 好 她怎么在这 周景安 你怎么在这 我 这几日保洁 那你也真可怜的 对了 我找你们总裁有事 总裁 找你有事 我 那 要不您二位去办办公室聊 你进来干什么 我 我进 我进来打扫办公室卫生 对啊 那个小周 你赶紧打扫吧 这 怎么会有你的照片 糟了 你发现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你们 不 不 不是 你想什么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你不用多说 我都明白 生活不易 穷人叹气 我都懂 你 不是 南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和总 小周啊 我们都是政治的人 我们不玩那个 原来是总裁单相思啊 周景安这张脸太招人了 您放心 我明白 我绝对不会让你在外面听到有过你甚何私生活的留言 我 保重真心 保重 没想到 你现在的处境竟然是这样的 以后跟我混吧 我养你啊 你养我 嗯 我有车有房 年薪八十万 年 我还是养得起的 我们只不过是见过两次面的陌生人 你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这些话 我叫南星 今年二十五岁 单身未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再一起试试 可我只是一个清洁工 没关系 我不在乎 行啊 那以后我可就跟你婚了啊 价值五十万的奥白珍珠项链 价值三十万的紫砂茶壶 五十年的长白山人生 总裁 按照您的吩咐 这南星小姐父母要带着低调但贵重的礼物 已经准备好了 不错 餐厅的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保证不会泄露您的身份 叔叔阿姨 我是南星的男朋友 周锦安 你就是那个在公司扫垃圾的清洁工啊 你哭得寒酸气 南星啊 你这是什么眼光啊 一般妈妈 比你找老公远方多 至少不抽烟不酗酒 不打老婆孩子 你给我闭嘴 真小气 这都是些什么没孩子的杂货 连萝卜都送得出手了 还有这个珍珠项链 在批发市场三十块一条买的吧 这也好意思送给我妈 没钱就别买礼物了 我带着会过敏 是吗 你那镀金的耳环戴了这么多年 没见你过敏 还有你 人生都能成萝卜 书读进狗肚子里了 给我闭嘴 为了个男人这么跟你爹妈讲话 我看你是劝书是 叔叔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你算老几啊你 一个破扫垃圾的 也敢关我们家的事 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 南星 我把话放在这里了 你们俩的事我不同意 直上点 赶紧滚 等会儿 我们的贵客就要到了 还有谁要来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张明 冤家可是周氏集团的高果 他说了 只要你愿意嫁给他 八十八万彩礼 外加市中心一套房子 立马给你 我有房有车 我自己也能挣钱 你懂什么 你爹爹还没结婚呢 你这个当姐姐的 不应该帮衬一点吗 姐 你能别这么自私吗 不我工作的事 也就人家一句话的事 所以你们要为了 你们的宝贝儿子 牺牲我的婚姻吗 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哎呀 贤婿啊 你终于来了 张总 刚谈完一个千万级别的项目 你们等很久了 哎呀 怎么会呢 我们都知道 你平常日理万接 你能来 我们就很感动了 哎呀 这位就是男星小姐吧 这相貌身材 勉强打个九十分吧 就是这裙子穿的太短了 一点都没有良家妇女的气质 你倒是穿的人母狗样子 但就说些屁股 小姑娘说话还挺冲 我喜欢 这位是 我男朋友 有些人 一没钱 二没本事 就靠一张小白领 就把你们这种小姑娘 一个团团转的 我们戏 张总跟你说话呢 还不跟你站起来 周景安 初次见面 别暴露我的身份 都站着干嘛 您坐下 菜都凉了 他怎么好像很怕你的样子 我之前在公司扫垃圾的时候 撞见过他倒卖公司材料 那你可得回去 好好跟你们总裁说说 让你们总裁把他开了 周一 一上班我就去告诉总裁 我看这气氛好像有些尴尬 那这样 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唱个歌吧 太吵 不听 那要不我跳个舞 想看吗 那他非得跳个舞 就跳呗 是 你说什么呢 没事 那就辛苦你吧 不辛苦我的荣幸 那我就开始了 这么精彩的表演 什么二楼 慢慢看吧 我呢 就先走了 哎呀 男性 你疯了 你竟然找了个清洁工的男朋友 清洁工怎么了 谁的人生没个低谷期了 你放心 我又不是养不起他 贫贱夫妻百事哀 你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穷小子 以后就完了 瑶瑶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我相信他是潜力过 蠢过 装什么清洁 哎 真是为你担心 男性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周景安 这是我的好闺蜜瑶瑶 这个男人分明就是 都是集团的总裁啊 男性 你不是说你男朋友 是个清洁工吗 哦 你说的是他这西装是吧 这是他的工作服 可能是他们老板比较注意形象吧 男性 我有点事要跟你说 瑶瑶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走 男性 你凭什么命这么好 工地上都能找个总裁的男朋友 男性 你的男人我要定 你好 我是冯瑶 男性的闺蜜 男性有事出去了 我知道 我不找他 我熬了一上午的汤 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很忙 男性 他这个人又来又粗心 不像我 只会心疼更 够了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心疼你 给我一个机会 瑶瑶 你怎么来了 你一定是知道我工作累 特地过来给我送大补汤的人 真好喝 你喜欢就好 你能先忙 怎么走了 你喝吗 你应该补补脑子 我是男性的闺蜜冯瑶 我有一个鲑鱼男性的秘密 想告诉你 国际酒店880分 等你 说吧 什么秘密 先别急嘛 喝口水再说 现在说吧 怎么回事 周景安 周景安 等我成了你的女人 总裁夫人的位 就是我的呢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臭 臭啊 我明明喷了香水的 反正你也逃不掉 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洗个澡 周景安 我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没有不打我男朋友 你很失望啊 你们骗我 你根本就没 你以为人人都是傻子吗 南星 你这个贱人 你看我出丑很开心 是不是 这样才叫开心 你敢打我 我是看你腮红太大了 帮你补补腮红 论身材长相 我哪天比不上你 凭什么你随便找个男朋友 就是周氏集团的总裁 什么 你说 谁是总裁 你的清洁工男友 周氏集团的总裁 身价百亿的 钻石王老五 他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 他没告诉你吗 看来你们的感情 我没那么经得住考验吗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南星 我可以和你解释 我算什么 也值得您堂堂大总裁 处心积虑来拼 看我被耍得团团转 你开心了吧 我没用 够了 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周景安 身后我再次遇到你 南星 南星 你没事吧 没受伤吧 干什么 放开我 你叫啊 我们本来就是合法夫妻 谁跟你是夫妻了 周景安 你还记得对不对 什么记不记得 你就是记得 你我们之前的记忆是吗 南星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谁啊 江晨 怎么哪都有他 你说什么 你认识江晨 哦 江晨 我以为你说的是蒋晨呢 听着像我大学同学 名字还挺像的 是吗 嗯 这个记录的总结 周景安 我被锁在咱屋间了 你先别慌 我马上就行 我害怕 别怕 别怕 快去叫医生 他有幽闭恐惧症 走 你怎么知道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我有幽闭恐惧症 你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带你去医院 你记得对不对 南星 用你自己的安慰来试探我 有意思吗 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行 我知道了 出什么事了 慌慌张张的 南星小姐的结婚情节 日期好像 就在今天 南星女士 请问你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位男士吗 他记忆我中 我不愿意 他不愿意 你来干什么 如果是来吃鞋的话就请入纵 如果你是来捣乱的话 我就要叫保安了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嫁给别人 你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这样的话 同事 朋友 还是前男友 以你丈夫的身份 我记得 我全部都记得 你是我的妻子 你是我合情合法的妻子 周景安 你这个混蛋 你骗我 对不起 上一次你就那么抛下我走了 我心里怨你 所以醒来之后 我真的有想过删除记忆 怎么才能消除喜欢她的记忆 喝下这个 我是 宝贱 那我心里 只愿过我 周景安 我好像已经爱上了 总裁 你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她 可是我舍不得 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这五年来 我没有一刻放弃过找你 直到那天 妈 我都说了我不想起来 你就不怕 我真的爱上别人吗 得之我性 实之我命 所以 你是来抢婚的吗 那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不愿意 对不起 我打扰了 周景安 你骗了我那么多次 这次 该你入局了吧 你没发现 这场婚礼 连新郎都没有吗 因为这场婚礼 就是我量身为你打赠的 我能幸福 我最近也爱吃酸的 酸甜苦辣 你哪个不爱吃啊 那个我 我最近老想吐 你刚吃了两个汉堡 一奶酸辣粉 一杯奶肠 你不想吐就怪了 你 缺根精吧你 又怎么了 我的大小姐 医生说我肚子里找了个东西 什么 肿瘤还是结结啊 走走走 去医院 去你个大头 我这是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笨蛋 吃吧你 你不想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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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没有人